飛鵝樂團的飛鵝先走了 那慶兒也走了 只剩下樂團 建林老師 我真的覺得IDOL比較好 因為IDOL就不會被說T團 他畢業 好不好 大家現在拜託 講好聽一點就是畢業了 畢業了 現在在他們的官司算是挺壞的 我一直就不是甲方乙方 所以你知道 甲方乙方在打官司 然後一直問丙方 我就覺得尷尬 阿清六百收巨額版稅 金賬千萬掰了FIR 談前隊友官司很尷尬 我好來一二三 阿清女兒們驚喜慶生五高高水 11號她舉辦新歌發表會 宣布7月6號將舉辦出道20週年演唱會議 近期她從FIR樂團 正式畢業單飛 也陸續推出新單曲 阿清老師 請問你一年的版稅有沒有一千萬 一千萬應該是一定有啦 沒有啦 可是你要小我二十年啦 其實我大概賣過 這二十年大概有六百首詞曲 綠牙彎儀式的美好啊 最近最多的是 我很好騙 我很好騙真的很猛 但是我的版稅全部交給老婆 所以你看我老婆最近就笑得很開心 我出道是2003嘛 就千雲跟華納十年啊 到2013 然後跟華妍就千十年 就2013到2023 12月31 所以我其實就很簡單 我的合約就是到了 我覺得我有20年了 那今年我就等於是 你可以說單飛 但是粉絲就是不會這樣講呢 粉絲就會說 菲兒樂團 菲兒先走了 庆兒又走了 只剩樂團 我們兩個都會踢出了 所以我今天就很生氣 我說我今天一定要走IDOL 不要走樂團跟實力派 因為IDOL離開就是畢業 那為什麼實力派就被提出 你知道為什麼我們被提出 你不覺得怪嗎 那KB48就離開 我們就畢業嘛 那林鄉離開就畢業 我們就是被提出 現在在他們的官司算是很奇怪嗎 我一直就不是甲方乙方啊 所以你知道 甲方乙方在打官司 然後一直問丙方 我就覺得很尷尬 其實我真的 我以第三者的立場 我真的覺得 大家都是有恩情的 記得愛和演唱會 我真的覺得他們兩方 要不要就撤 我退一步 可是你是夾心餅乾你不會感到 所以你知道我就講什麼都不對 你不要再問我說什麼哪一邊 因為對我來講 一邊就是恩師嘛 大部分沒有建議老師 我怎麼會主導 那另外也是你的夥伴跟團員 但是我現在 你懂啦 不能啦 所以你不要比我講 但我的個人立場 只是希望他們就 Peace 反正都過了 那文廷現在唱歌也很好啊 我也覺得很棒啊 那時候金局獎 我有投票啊 可以講嗎 建議老師一直事業都很棒 那就不需要 大家都往前都飛得很好 我們音樂FR都很棒 也希望他們之間 也就是Peace 記得愛你